谢谢 好啊 我说这口误 我知道 副总统吴敦义南下屏东安排地方拜访行程 其中一个行程就是造访长治柏和阿里部落 吴副总统见到阿里居民的第一件事 大力称赞他们的重建成果 重建的成功是大家同心协力的成果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要第一个就是要谢谢大家 为了把握和吴副总统见面机会 达里阿拉一来 齐老和社区理事长还开紧急会议 希望将部落实际诉求被政府听见 包括长治百合教会所有权 引用爱辽西水源还有教育议题 所有权让我们这个全世界密度最高的 这一个百合部落园区的教堂 变成一个世界的一个信仰中心 这个地方有活水来自原乡的爱辽西 打造一个公园化的百合部落园区 卢凯除快要消失了 我们期盼的四个利谷分上升格到国立的民主实业小学 针对居民诉求 吴副总统回应 因为重建条例明确写到 永久屋及所建造的公共设施不得转让 部落可以有50年的教堂使用权 但承诺一定可以继续承租 就是教堂会签50年的租约 那起码还可以继续再签 所以会事事代代一路使用下去 直到永远 这样说不不 大概就这样子 那至于你提到那个水的问题 也考虑过 应该会达成你相当的愿望 吴敦英也不忘为国民党及县长候选人 简太郎等人拉票 争取卢凯族支持 而族人诉求 最后回应将会带回行政院研究讨论 记者巴朗 屏东长治采访报导 太郎太郎